大家好,大家好,現場是東東,12時22分 我是你的好朋友,楊潔在空中播放大家 你這樣收聽還是看到電台的番酒是一時鐘 今天楊潔的節目來了一位好朋友 那這位好朋友呢,他有一個slogan叫微笑香蕉 大家知道吃金蕉,對身體很好 而且香蕉呢是一个弯弯的 很像在微笑的样子 所以呢他也常常带着微笑面对大交 今天邀请到的是微笑香蕉 咱格勇启玩 黄湘鼠一员 你好 你好 还有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 大家好 而且我们现在呢 在脸书当中有做直播 我们在YouTube上面 我们在节目过后 也会上传到YouTube 其实最近杨姐发现说 在YouTube上面 在关注快乐电台 快乐联播网节目的听众越来越多 观众越来越多 那其实也因为网络的平台的兴盛 所以大家可以针对于不同的话题 来做讨论跟沟通 尤其我们高雄市的議題 其实现在我们都在讲说 有很多北漂的高雄人 对不对 都在北部工作 也许没有办法及时的看到 高雄的讯息 不过现在透过网络 很容易就可以知道 高雄发生了哪些事情 尤其像相熟议员 一直在关注的议题 大家也都一直在关注的议题 包含是在之前 大雨过后的天坑事件 非常严重 最大康的是你听吗 最大康的应该就是 技花路和静重路的 就是你听 最大的大康 就是游览车大小吗 应该是还没有到游览车大小 但是也是非常的大 休旅车大小应该有 好 这个坑洞 那时候相熟议员去 看了几次 我到现场看了两至三次 那你请相关单位去做评估 去做施作 那这个地方出现坑洞这件事情 今年发生第几次了 今年发生了两次 我想应该大雨过后 在8月30号的时候 早上我们就发觉 其实在前一天的凌晨 他们就有发觉说 有小洞了 所以其实他们已经有通报相关单位去处理 但是相关单位好像并没有立即到现场去处理 所以在隔天呢 就洞越来越大 那所以 当然我们就赶快通知相关单位 赶快进场去做处理 那处理了一次以后 我们本来想说 应该就是这样子 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但是没有想到在9月5号的时候 是 第二个坑洞又下去了 而且就在 刚补好的坑洞的旁边 非常的接近 OK 那我认为的是说 其实我在第一次坑洞下去的时候 我就有跟相关单位去讲说 应该要针对我们高雄市的整个路面 赶快去进行检修 因为毕竟不能说 我们路已经不平了 如果还有这种大雨过后 就有这种坑洞的话 那就代表高雄市的施工品质 真的是需要去好好地做检视 那我没有想到才刚讲完没几天 是 我刚好经过那个地方 没想到第二个洞又下去 OK 其实这件事情 不过杨姐今天早上看到的资料 我们高雄市政府也有发出 这波的讯息就是高雄市区的道路 跑铺的改善骑程 我觉得其实施工单位 还是要给他们加油打气 是 没错 每个都是真的很辛苦 那当然为了改善好雨过后 这个道路品质 就是这个跑铺的路段 预计到今年年底 跑铺的面积要达到250万平方公尺 所以其实要跑铺的路段真的很多 是的 很多的道路也需要大家去做检视 那因为真的跑铺范围很大 所以其实市政府也真的是 全力的来做一个施作 那我们的市民朋友 如果遇到这个施工的路段 也要体谅一下这个工程施工人员 尽量大家可能就避免那些路段的禁止 对对 有可能要有一些管制啊 或者是说可能要事先的改道行驶之类的 那不过我觉得这个路坪的事情 我们讲了非常非常多年了 那平安回家的道路 有时候可能会因为一个洞 你有可能就会跌倒 其实这件事大家都 其实生活当中大家去检视一下 我们所行经的路面好了 你真的有骑在一个平稳的道路上面吗 那如果没有的话 为什么会常常会有一个洞一个洞的呢 大家也要去做检视了 那相属议员 就你所观察的路要平 真的有那么困难吗 如果说这个道路真的一直在挖 或者是说一直的有出现坑洞 大雨过后就有坑 那我们是不是要去了解是施工品质不良 还是说这个地方它有它本身的问题需要去做处理 每一条路要做检视 你所观察到的是怎样 我所观察到的现象 其实应该是讲说 我们的施工人员其实也都非常的用心 就像刚才杨姐讲的 我们要感谢去帮我们施作的这些人员 因为他们也都很辛苦 他们也都是在 大中道 也都没有停 也都是在那边施工 但是为什么会同样的一条道路挖了又挖 而且挖了以后 铺好了以后又往下线 其实这我们就是真的要好好的去关心一下说 是不是除了施工品质还有用料的问题 这个都是我们要非常去关注的 那我认为说 其实高雄市政府一直自诩为幸福城市 那幸福城市的背后 其实不就是让民众能够安居乐业 那最主要能够安居乐业 难道他们连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都没有吗 我觉得并不困难 其实这个也是每一个 领域代表在议会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 可是一条路的经费跑铺 它需要很庞大的预算 对当然小条路可能上折就是几十万 那大条路可能上折就是几百万几千万 当然这个预算 当然你也知道现在高雄市政府举债非常严重 但是我认为举债我们可以把一些不必要做的东西 其实有一些活动啊 甚至是不必要做的东西我们可以减少 然后把这些东西真正用在于有利于人民的地方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做的 OK所以开源节流 是的 要去把这个经费做一些检视 是的没错 那我想问一下相属议员 我们知道举债空间是 我们现在几乎隔涌起见户可以在举债的空间 大概五百亿 五百多亿 只剩五百多亿左右 所以我们等于说下一任的市长 无论是哪一位市长当选 是的 我相信要进入到整个市府的运作当中 举债的上限有限的情况之下 它的施政的部分 它必须要很思考要怎么样去做 开源节流也好 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必要的活动 是不是可以我们去做一些思考等等也好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那有没有空间可以还钱啊 我觉得这个我比较好奇 因为就像刚刚相属议员 刚刚我们节目之前在讲的 我们如果一个小宝宝出身 你有可能他就要 他身上就要背一个大概九万多块的负债 可是其实市民朋友无感啊 因为不是从我口袋里面掏九万块出来 我是没感觉说 我们高雄市真的是负债 真的是我们讲的 可能就是每个人要背负这样子的债务 民众无感因为不是从他口袋掏出来的啊 相属议员你有什么看法 我想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一直我们在外面 我们其实我们在去跑很多的说明会等等之类 我们都会去提到说 我们高雄市政府举债了两千多亿 那现在举债的空间也只剩下五百多亿 那每一个市民朋友 就是像刚才杨姐所讲的 每一个市民朋友可能 小朋友刚出生就要负债九亿 九万 九万九万 九万抱歉 就要负债九万 那为什么民众会无感因为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因为不是从口袋里面拿出来 可能没有让他们能够感同身受这么重 但是其实大家要想的 这个其实也都是我们纳税人交的签 是 对啊 是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民众都要换一个想法去思考 才有办法 OK 那有一件事情我想要请教一下议员 因为其实我们高雄市政府在这个财政的部分 一直有一句话叫做 其实政府一直以来是重北清南 是的 所以我们高雄市的发展在经济的部分 在资源的部分不足 是因为国家长期以来重北清南的关系 你有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如何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去讲到说 就是当然现在执政的政府在高雄市执政的政府 他们都会去提到说 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马英九时候 大家都是重北清南 可是我想要讲的是 难道我们现在的一些建设 包括我们的总图 包括我们现在流行音乐中心 是 等等之类的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在当初我们国民党执政的时期 所编列给高雄的 然后现在也已经在做也已经完成了 那难道这个还是重北清南吗 OK 对啊 所以其实还是有益住在高雄的资源的 当然当然当然 OK 那可是其他的部分呢 像我们刚谈的这道路这些的部分 这些预算的支出预算的编列 应该是市政府要去做统筹的规划的吧 陆平的这一个工作 没错没错没错 对不对 因为其实在中央不可能看到说 你就一条路没变 就一条路是变 对 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 所以我记得在前一段时间 结果我听到就是议会有一个议员咨询 他有去提到说就是针对这个坑洞 然后高雄要如何就是做成路评 这一块 结果我听到我们的局长 我们的高雄市政府的公务局局长 竟然是回答说 这个要去争取前瞻预算 其实我觉得我比较好奇的是 前瞻预算 我们不是就是应该做一些有长远性的东西 怎么会连高雄市政府他们所要去做路评 都是有前瞻预算 要去编列预算 这个是我比较好奇的 也觉得蛮特别的 OK好 路评的事情我们讨论到这边 我想要再来 再带另外一个议题就是 其实在三民窟 我们知道就是三民窟 三民的 其实我带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在经济面的部分好了 其实刚刚我们谈到说 其实在三民 我们知道三民有火车站 前后站 三民区 那我们知道是在火车站的部分 都是可能经济最繁华的地方 人车流动 人口流动量也是最高的 也许在这地方的经济产能 经济活动是频繁的 是的 杨姐我的印象 因为我十几年前在高雄读书 那时候我也常来高雄市 我就是说哇 高雄火车站附近真的是 非常的荣景 一阵我感觉说商业行为也非常的棒 非常的多 现在目前看起来 当然 铁路地下化之后 其实对于高雄火车站的一些 可能有一些店面的部分 我们是很满期待 这个地方可以再次的带动一些经济的繁荣 是的 对不对 相属一员 对我想三民区 就是过去都是比较早期发展的一个区域 那当然这一次有了铁路地下化 以后 其实三民区是在这整条铁路地下化里面 是占最多的一个区域 是 那其实 我们都知道就是像过去我们都会讲说 我们去到那些管车啊 去到每一个县市 其实最繁华商业模式最繁荣的一个地方 其实就是在每一个县市的灰铐桃 附近都是店家 而且都是人潮 都是在这个地方 可是反光我们看到高雄 我们好像看不到这样的状况 我们目前高雄火车站的附近 我们能够看到的好像都是猪瘦比较多 所以人们都会说 诶 瘦猪到底高雄 什么瘦猪 瘦猪到底高雄 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一直在想说 诶 奇怪 瘦猪什么时候来高雄 OK啊 对啊 结果 诶 其实我们去周边看一下以后 我们真的会发觉说 高雄火车站附近 过去原本有一个建国商圈 是 建国商圈其实就是我们 早期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大家都会去买电子用品的地方 对啊 就是3C产品 可是有可能是因为现在网路发展 所以大家都会直接在网路上购买 对 所以那个地方也变得比较没落 但是我认为的是说 铁路地下化以后 我们能不能带动 那一个区域的整体的发展 是 我觉得这才是市政府未来应该要做的 所以其实我自己本身 我很关注这一块 对 我记得我在第一次当选议员的第一次的咨询 我就有去跟我们当初的陈局市长 对 去提出说 我看到我们台中有一个叫做台中绿原道 是 因为它也是跟我们的铁路地下化以后 一样是藏狼型的一个道路 是 那还有我们日本的表参道 也是一样都是藏狼型的道路 对 那那个时候我就跟他提一个概念 我说我们高雄市能不能把我们的绿郎道周边 变成能够结合商业 结合住宅 是 包括结合一些商圈等等之类的来做这一块 那其实那个时候我收到的讯息是说 好像在绿郎道上面是不能做任何的商业行为 但是在周边是可以的 所以在这几个会期来 其实我一直都在提这个东西 因为我认为我们三明区 其实过去那么的繁荣 那到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其实我们在地三明人都非常非常艰苦 以我在三明区生活了三十几年 我觉得我越看越难过 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趁着这一次 铁路地下化以后 那在整个商圈做一个重新整合 重新的规划以后 能够把那个地方带成一个 真正富有商业价值的一个地方 然后让人潮能够进来 因为毕竟我们的韩国语韩主委有去提到 是 人进来 商业进来 高雄发大财 是 就是 就是 经济面的部分 是的 就是我发现说 隔游期 经济部分 真的需要 大家一起来想办法 是的 那 那 呃 我们如何让高雄能够赚钱 就是高雄的先天优势是很大的 非常好 非常好的先天优势 我们有 我们有海 有 呃 有这个 飞机 有山 有海 有国际机场 有高铁站 所以其实是有很多的先天上的优势的 呃 如何让高雄发财 让高雄带动经济起来 这件事情 真的需要多面向的去做思考 是的 没错 OK 其实 呃 还有另外一项啦 我觉得说 我们今天也带一下 好 包含的是在 我们刚刚其实相处议员有谈到说 其实在三明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高雄是发展比较早的地方 没错 所以这有这么多 呃 比较旧的部落 是的 那其实我们刚刚谈到说 其实商业 商业行为 当然没有错 我们商业行为希望 可以更多的商业行为 可是在这些旧的部落的部分 各旧的地方 其实我们也希望说 旧的部落 也可以有新的气象嘛 是的 对不对 相处议员你 对于我们这个 三明区的 居住环境的部分 你认为可以怎样 变得比较好 呃我在想 因为三明区其实 呃 三明区 三明地区的 民众都知道 三明区其实是有很多个部落 所去结合的 是 所谓的部落 就是我们有 不足够地区 那我们有 副鼎晶地区 就是 柱金地区 那有金地区 是 那还有我们的台港地区 是 那其实这些 都是过去比较早期 发展的一个地方 那所以 其实在三明区 我们比较能够看到的 都是 套庭数那么多 是 那我认为说 居住品质要如何改善 其实 杨姐你知道吗 其实三明区有一个地方是 我们 呃 高雄市最早期的国展 就叫做民族社区 民族社区 其实我认为民族社区 因为未来它应该要有一个整体的规划 有一个整体的改善 为什么呢 因为铁路地下化 其实也经过了民族社区 OK 呃 未来我们能够想象说 当我们的绿色狼道做好了 但是 在我们的周边 嗯 的房子是 看起来好像比较不那么漂亮的 嗯 比较旧一些 对比较不那么漂亮 而且在周边 它刚好旁边又是一个科工馆 OK 那科工馆其实未来 能够吸引的很多人潮可以进来 因为 我们有个科工馆站 对 因为未来的我们的 呃 台铁 就会转变为类似捷运化的模式 是 就是 我们有一个科工馆站 对 那未来从科工馆站出来的民众 其实是会非常非常的多 嗯 那 我认为说 其实我也一直在议会去提说 我认为民族国宅 我们应该要去把它做一个 比较整体的规划 嗯 看是要拉皮啊还是怎么样 对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要赶快去 筹备的 要赶快去想的 是 其实这个外观上面的 改造 其实应该是最立即可以去做改造的 对 对 它没有 不需要说什么结构性的问题 因为它目前也没有任何的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你说要去给它做一个 对 都市的更新 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必要性 而且 毕竟在地的人都在那大那么久啊 习惯啊 都已经习惯了 你要立即让它们去做一个改变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可是拉皮 但是如果是外观式的改变 但是如果是外观式的改变 我认为 其实这个是可以立即下去做的东西 绿美化的部分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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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谢谢你今天陪我玩一整天 不客气啦 好朋友难得来高雄 当然要带你好好玩啊 下次你来高雄 我再带你去不一样的景点 高雄可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哦 好啊 那我可要好好期待一下咯 哦对了 中秋连假你有什么规划啊 我们家早就规划好了呢 真的啊 那你赶快说来听听 我哥说啊 他要带我们全家去美农体验农家生活 还有参观美农的历史古迹 我自己是对客家文物馆 还有品尝客家美食最有兴趣啦 啊那你们要怎么去啊 现在搭高雄市公车很方便哦 可以在高雄火车站 搭高雄客运8028 就可以到美农啦 但是如果我从台中搭高铁到高雄 要怎么跟你会合 别担心 你可以在高铁左营站 搭高雄客运国道10号快捷公车 到美农跟我们会合就好啦 那就这样说定咯 我也会带我爸妈一起来趟美农之旅 好啊一起来玩 我也好想叔叔阿姨哦 那就中秋廉价再见咯 节能减碳爱地球 轻松悠游大高雄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会 及高雄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快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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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九七点五 大家好 今天今天时间 中午十二点四十三分 所有收听的是 快乐电台FM 九七点五 新闻三小安来 这部我是在和平又杨杰 今天今天今天邀请到 是高雄市 和黄湘熟议员 我们的微笑香蕉 黄湘熟议员 在我们的现场跟大家聊 我觉得微笑香蕉 这件事情很可爱 大家可以去Google微笑香蕉 应该就会看得到 黄湘熟的脸书了 是黄湘熟 不是黄湘焦 对 这是上次你好像 是第一次出来选议员 第一次出来选议员的slogan 对 我是黄湘熟 不是黄湘焦 很可爱 我觉得我们本来 人生就是要穿我们快乐 穿我们希望 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我们的人生 比较正向的帮助 所以今天相属议员来节目 也是跟大家聊聊 高雄怎么变得更好 其实刚刚杨姐在跟 相属议员在聊 有时候民众 真的对目前的现状 无感 会觉得说 反正无论谁当选 无论谁当执政者 我的生活还是要过 我还是要工作 我还是要养家活口 我觉得生活对于目前政治 对我来说是无感的 所以是现在 我觉得今年好像有一些年轻人 是 比较有感 想要改变 是的 对 有一些年轻人是想要改变的 不过对于本来可能 他就不想投票 或者是本来觉得说 政治对我来说 就是无所谓的人 可有可无的感觉 也是这么多人感觉这样 非常多 非常多嘛 对 所以 其实对于政治这个现状 有人说 其实政治对我来说是 没有感觉的 不过政治不就是大家的事吗 对啊 政治其实就是公众的事 就是重能的事 所以我认为 每一位民众 其实都应该要 好好的去关心政治 因为毕竟政治也是 政治所去做出来的东西 都是我们周边会去发生的事情 是 包含刚刚我们上阶段 民生议题 讲的路都是哦 路 然后民生议题 包括消费问题 什么等等都是 有关政治 对 所以 大家爱这会来关心 是的 那我觉得有一个议题 很重要 我想要提出来 跟相熟讨论 就是我们的轻轨 我们说说 其实第一阶段的轻轨 环整个亚洲新湾区 我觉得是漂亮的 是的 我觉得对于 带动整个观光来讲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 从北部来 我推荐他们去做轻轨 他们能够搭到柏尔 能够搭到西子湾 他觉得是开心的 也就是说 高雄有这个轻轨 而且蛮慢活的 移动速度又不快 可以欣赏风景 这件事情是好的 不过轻轨这件事情 我们在谈到说 如果要环状 势必会经过人口囚密的地方 其实三民区 会遇到这个问题 那相熟议员 针对这件事情 你要不要跟大家谈一下 你的看法 我想刚才杨洁 我们主持人有去提到了 针对轻轨一阶 其实我是大表赞同 因为我认为说 轻轨其实在国外的城市 也都是采用观光的路线来使用 那但是未来直接轻轨二阶 要进入到 包括美术馆地区 包括大顺路 其实这个都是人口密集 而且交通比较平凡的一个地方 我一直在跟人家讲 我说 大顺路过去可能 因为轻轨 我们也知道轻轨的设计 其实是在十年前的 他们所提出来的计划 所以一直在变更 一直在变更的 那十年后 过去十年前 可能我们大顺路 并不是一个贯穿高雄 南北交通最重要的一个道路 但是十年后呢 大顺路其实 大家可以现在去看看 它不用上下班时间 就已经塞车了 那如果未来 因为我们都知道 大顺路其实只有30米的空间 在30米的空间里面 你未来轻轨坐下去 要占了11米 那剩下的19米 就是有两边的 南北交通的 你要去分这19米 那未来只剩下 单边都只剩下一个快车道 跟一个综合道 那我们要怎么走 而且可能很多朋友 都没有去想到 未来的综合道要走什么 走什么车辆 未来的综合道可能会走到 汽车也要走 机车也要走 脚踏车也要走 还有我们的 行人 大众运输的公车也要走 公车也要走 走路又要走到 有一个人行道 当然人行道还有保留 还有一个2.5米的人行道 所以 未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OK 大顺路会有多塞 如果轻轨真的坐下去 大顺路会有多塞 停车 那停车空间 当然300多个停车位已经取消了 这个 这个已经 就是 你轻轨要坐 当然300多个停车位 路边停车格都要取消 那附近的商家怎么办 有人喝水停车买买东西 都不要做生意吗 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做生意啦 所以我就说 轻轨坐下去 其实 现阶段 有一个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大顺路段 很多的都是二手车航店 那二手车航店 他们总是会有需要停车的空间 那所以现在很多礼手车行 他们都说 我们每次市政府欢迎 我们每次市政府说 他们就是要做 没办法 没办法 因为 我们是人租的 没办法 我们可以搬走 我们就赶快搬去其他 比较空旷的地方 去继续再营业 那如果这个地方 是我自己 原本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三名古人 我这就是我自己的所在 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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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管他而已 不要做生意啦 他们现在的认知 就是已经 我就 你政府这样子对我 我就是只能关起来 不要做生意啊 那他养的这些员工怎么办 所以这就是我们 政府非常大的一个失策 因为 当然老板他会觉得说 我关起来就好了 但是员工呢 员工未来的生计呢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 非常大的问题 而且未来 我们的大顺路段 我们现在已经有 原有的好事多 对 好事多 大家其实只要 假日到那个地方 都是看到 塞塞塞 而且要塞非常久 那未来 异想天地好了 以后 那我们还有一个 好像是月城文化广场 就是在大顺路跟 我们的 民族路交叉的那个地方 那一块好像也快要好了 那未来 还有我们的家乐福 对 未来这整条路上 有这么多的商场 大家都开车去买东西 大家都开车去买东西 因为你不可能说 去好事多 买东西 大包小包去做轻轨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 未来这个地方 应该要怎么样去做 我觉得 我也一直是在跟市政府 一直在沟通 因为其实很多的民众 在当初 他们认为说 有轻轨经过很好 但是因为他们那时候 都还不知道 市政府的规划 到底是怎么样做 但是当他们知道以后 很多民众都站出来 在反弹了 那当有反弹的声音的时候 我认为 一个好的政府 就是要赶快去 聆听民众的声音 到底 这一个建设 是不是好的 或者是坏的 应该要做 或者是不应该要做 我觉得 这都是应该要去 思考的地方 真的很长远的思考 到底那真的 我们说 做下去了 是不是 就是又会浪费呢 我觉得 大家也不想看到说 一个漂漂亮亮的轻轨 就当当上面 没几只猫 就过去 就是一台 他们说未来的大顺路 会有什么样的见价 就是中间 那一台列车 就是漂漂亮亮的轻轨 当当当当过去 然后上面都没有车子 上面都没有人 旁边塞车 那旁边就塞车塞满了 全部都是车 他们就是一直在笑这个东西 可能未来会发生的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其实交通建设是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规划 那一个进步中的城市 当然你的大众运输 是必须一定要有的 但是好的大众运输 我们都认同 但是有问题的大众运输 其实是应该要好好的去思考 然后应该好好的去听听民众的需求 民众有没有必要一定要去做 所以其实轻轨 我一直在讲 我们在上个礼拜的交通委员会的 一个报告的时候 我有听到我们的交通局 捷运局他们有去提出说 轻轨他们想要从西四站 做到我们的 有在规划 要做到我们的旗津 其实我认为 这个是好的 因为旗津其实就是一个观光的地方 那所以当下我有跟他们的捷运局的人员反应说 我真的觉得你们捷运局开通了 就是脑袋完全通了 为什么会说脑袋完全通了 你们终于了解 轻轨就是观光使用 而不是拿来通行使用 所以有鉴于你们 做了一个观光的路线 决定要做到 旗津在规划了 那你们大顺路就更不应该做下去 美术馆站大顺路都不应该做下去 因为那个会影响到非常非常多的民众 我再跟杨姐讲一件事情 你知道大顺路 如果轻轨坐下去 会有几条路口受到影响 几条路口 有76条 76条 包括我们的巷道 包括我们的街道 包括我们的路口 总共有76个 全部加起来 全部加起来会受到影响 你能够想象 假设说我们家啦 是住在一个 没买行的 就是出去只有大顺路能够衔接的 但是我出去却被塞住了 我只不过是要去转角买一个 可能去买一个 买一个面 买一个东西回来吃 但是我出去却可能被塞了20分钟 10分钟 那你还会想要 你会不会就直接想要把那房子卖掉 以我啦 我应该就想要赶快把它卖掉了 去迁去其他地方 对 因为就是迁去一个更方便的地方啊 因为交通不便确实会 替民众造成了很多生活上的不便 可是交通不便房价也会下跌 是的 谁没人买 对啊 谁没人买 我就想要买啊 有什么人会买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应该是民众应该要 市政府应该要好好去思考的东西 好 真的有太多需要思考了 是的 好 最后一点时间 因为其实这次 在年底的选战也快到了 大家都非常的紧张 这一次在高雄的选情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那当然蓝莹的部分 我们市长候选人韩国瑜 这次在前几天 昨天的杨姐在节目当中有谈到 其实苹果日报也有做民调 其实是两位的候选人 其实他们的民调是相当接近的 那其实这次在国民党的部分 如何来大团结 其实相熟 这边是不是可以请您 跟大家做一下最后的补充 好的 其实我想 现在国民党看起来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团结 非常棒的一个政党 那我一直有一个感想 我觉得韩国瑜韩主委 其实来到高雄以后 真的有把整体高雄南军的气势 带了起来 我也看到他 其实非常的认真嘛 他应该去年 9月7号到任的时候 他到现在已经把高雄市都跑遍了 那从他提出来的十大的政见里面 其实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就是针对高雄市 目前所面临到的状况 他去提了改善的计划 而且应该是每一条都真真见鞋 所以我认为说 国民党在这一次 其实相较于四年之前 当然是 稳在稳打 继续努力 我认为说这一次应该对国民党 是一个非常大的奇迹 其实大家希望高雄市越来越好 当然我觉得说中间选民是非常多的 杨洁在节目当中 因为我们现在有上传脸书 其实很多都是中间选民 也许你选过蓝的 你又选过绿的 你这次就是看 谁端出了牛肉最吸引你 未来高雄需要如何的做改变 而且最后大概有三十秒时间 江鼠跟大家祝贺一下 其实下礼拜又中秋了 是 对 在这边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都能够中秋佳节愉快 但是要切记 就是烤肉不要吃太多 月饼不要吃太多 当然柚子比较健康 柚子可以多吃点 注重自己的身材 身材 其实我发现 相属议员也瘦蛮多的 是的 OKOK 减肥有秘方吗 跟着垃圾车跑就没错 跟着垃圾车跑就没错 OK 好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高雄市议员 黄相属议员来到杨洁节节目 谢谢你了 相属议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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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感谢台中朋友收听 我是杨洁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一天 我们下回见了 拜拜 拜拜